女子网球 提到女子网球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吧 这种体育项目能够吸引人的地方有很多 如打网球都是美少女 因为这项运动很普遍 在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有人打网球 正是因为有众多群基础 中国在这个项目优势十分明显 提到女子网球不得不齐 到她们比赛 是为何下装要穿裙子 这是很多人不明白 也很想明白的事情 你们想知道吗 话说这项运动 最开始是从西方贵族开始升行 欧美人特别喜欢穿裙子 所以贵族少女和太太都喜欢穿裙子打球 这样把网球定为正式比赛 也开始穿裙子 不过这个时候穿的过膝长裙 后来觉得过膝长裙影响运动员发挥 于是改成现在的短裙 穿这种裙子到底有哪些好处 小编觉得穿这种裙子 有利于运动员发挥 因为穿的少有利于移动 特别是在剩下的季节 这样更加凉快 当然会让运动员更好地发挥 除了这个之外 当然还有视觉观感 从你运动员发球 机球一瞬间裙脚飞扬的画面很具有美感 彰显网球运动最有魅力的瞬间 当然提高女子网球的收视率 想不到有这么多好处 能不穿短裙吗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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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